淑英 自由的组成工会 落实团结权 另外 虽然日前团结协约法 劳志争议处理法 已先后于2007年 2009年的通过 唯独工会法一直未获得共事 但劳动三法 环环相扣 获一不可缺 目前团体协约法 及劳动争议处理法 能有部分条文 需要等待工会法通过以后 才可以实施 包括劳动争议时的协调 仲裁裁决等规定 那么今天很高兴 终于完成工会法的三读 让劳动三法得以完整的 发挥它的功效 然后能够完整的来保障 我们劳工的权益 谢谢